第163集 老鼠经 上一集啊 说到了地勇夫人就是蔡英文 这个答案呢 让我也大吃一惊 那么这一集呢 我们再次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看看作者为我们揭示的蔡英文的下场 这时候呢 托塔天王他就服软了 他亲手来解孙悟空的捆绑 孙悟空却不答应 他说呀 要连绳子一起就这样捆着 去见玉皇大帝 到他面前去打官司 托塔天王无计可施 就求这个太白金星帮忙 太白金星啊 他就来劝孙悟空 这一段情节对应的是什么呢 这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横跨1949年到1976年 也就是一直说到了毛主席去世 这件事呢 说来话长啊 在这一集的开头啊 我大概介绍一下主席伟大的一生 我提前声明啊 我才疏学浅 而且对历史并不是很了解 我只能说一个大概 毛主席自己啊 曾经用过一个笔名 叫二十八化生 因为他的名字啊 正好二十八化 是繁体字名字啊 而毛主席的一生 恰好可以分为三个二十八年 天上呢 有二十八秀 这个巧合呢 我感觉都不是巧合了 大家各自理解一下 主席的第一个二十八年是学习思考 我个人认为啊 他真正的出山是二十八岁 建立中国共产党 此时是一九二一年 然后他用了二十八年时间 到了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了新中国 接下来毛主席再用了二十八年 一边建设新中国 一边在全球布局 当他离开人间的时候 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工业化的中国 一个健康向上的中国 一个屹立在东方的中国 三个二十八年 过去之后 我个人觉得啊 主席就回了天上 这个我就不能展开说了啊 而且我就是个凡人 这种事我也不懂 我具体说一下啊 新中国建立之后 毛主席的一些关键战略 我们不说细节啊 只说事情的政治含义 一九五零年 抗美援朝就是打美国 打的就是世界最强国家 因为我们赢了抗美援朝战争 就是打的美国 完全只能按照毛主席的安排形式 所以我们被全世界认可了 就是说啊 因为我们打赢了地球上 当时数一数二的国家 我们才靠实力赢得了 全世界其余国家的尊重 否则如果还是满清还是民国 那个时候几百几千外国兵 就敢追着几万的中国兵满街跑 谁会尊重我们呢 所以说抗美援朝 是真正让新中国得到承认的 得到世界承认的一战 但是呢 抗美援朝结束 中国还不能成为世界一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 不是叫苏联老大哥吗 我们就算再能打 可是在国际上 别的国家会认为 我们和苏联是一伙的 一个集团的 这是主席绝不能允许的 因此后面就有了 1969年珍宝岛之战 这个战争非常小 都可以说不上战争 但是它的政治意义和抗美援朝一样巨大 这就是毛主席正式对全世界宣布 老大哥啊 那是过去式了 现在我们没有什么老大哥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也就是打完了苏联 全世界才知道 原来中国谁都不认 他们是独立的一个全新的政治山头 从此以后啊 我们才能和美苏并排 我们就 这个世界就分成了三大块 美国苏联和中国 这期间呢 中国稍带脚 还把印度揍了一顿 这就是给了一帮 不知高地的小混混国家 一个教训 从此以后啊 没有人敢再打我们 他们也不敢欺负我们 起码在毛主席在世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势力 敢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这时候啊 就要注意两件事 1969年 因为我们打了苏联 所以美国知道 我们和苏联闹翻了 因此你看 1971年 我们才进入联合国 美国不但需要我们来压制苏联 而且世界也需要中国来解决 世界性问题 所以加入联合国 是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 打出来的 可不是那帮外交人员 自吹自擂 是他们弄选票弄出来的 这个时候啊 我们还要回头看一下 就是抗美援朝之后 当美国不和我们打了 他就是美国呀 马上打了越南 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当时是美苏两大军事极端 美国输给中国 就是非常的没有面子 面子是直接关乎李子的 就是说 小弟都看着大哥呢 这美国这个大哥输了 那么美国的小弟就会怀疑 我这个大哥能行吗 因此美国马上就要揍这个越南 因为越南是苏联的儿子 美国在中国身上丢的面子 要在越南身上找回来 大家注意 注意一下啊 我是在最高层的政治层面来讲这件事 所以什么美国弄过军事基地在越南啊 这些就都不提了 否则说起来就太细碎了 美国1961年就开始打越南 而我们同时开始援助越南 这就是要将美国拖在越南 战争啊 是最耗钱的 美国虽然当时实力在顶峰啊 他都打到吃不消了 美国呀 他表面打越南 但是实际啊 他是在和中国隔空打仗 但是他在流血 我们呢 只是挤出一些大米白面给对越南 可是美国在活生生的死人呢 最终美国受不了了 他要跑 但是战争可不是说 你想跑就能跑的 美国要跑 必须中国同意 因此在1972年 尼克松当时的美国总统啊 他就反华来了 他是来干嘛的 就是投降了 越南战争 我们美国认输了 求毛主席 您高抬贵手 放我们体面离开 尼克松访华是取得了成功的 这个成功的意思就是 毛主席允许他们体面离开越南 接下来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四三计划 这就是说呀 中国要引进西方43亿美元的化工设备 化工设备啊 我就是一个外行啊 咱们就直接说 是生产化肥的 就完了 这个化肥让粮食增产 这一个计划呀 在当时总定43亿美元 我们注意一下啊 这个计划是当时的计划委员会提出来的 这可以说是相当高的职能部门了 他们提出了一个计划 我们想一下啊 我前面提到了八桶 那是对中国全面封锁禁运的 这个计划委员会买东西 那是以 那是以前人家就这个八桶根本不卖的 相反啊 那是人家严格封锁的 所以他们这帮人 为什么敢提出一个如此庞大的购买计划呢 你买人家要是不卖呢 那你们这帮人不是白痴吗 对不对 就好像当时的计划委员会 他们提出我们上月球啊 上月脸上取来新能源 就能解决能源问题 那当时我们上的去月球吗 肯定上不去啊 既然上不去 你这计划委员会提出这个计划 那不是一个个都是白痴吗 所以啊 他们不会提不能实现的计划 亲中国需要化肥设备 为什么计划委员会以前不提呢 你六三年为什么不提呢 五三年为什么不提呢 那是因为西方不卖 那为什么现在到了七三年你提了呢 那是因为西方卖了 西方为什么从禁运到肯卖给我们呢 是因为美国打败了 这属于战争赔款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输给了毛泽东 是毛主席的战利品 大家明白了吗 四三计划呀 是解决化肥生产问题的 大家想想 四十三亿美元 还是当时的美元 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计划呀 所以肯定要谈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 就是计划提出来的时候 是1973年 毛主席1976年去世 然后这个计划 四三计划呀 1982年投产 结果这个小矮子就说 这个都是我的功劳 你说这个人无耻到什么地步 四三计划 是毛主席生前 动恒百合 打败了美国 打败了苏联 打败了全世界 迎来的战利品 然后就有个人 这个小人说 毛主席闭关锁国 你看我一开放 啥都来了 历史上无耻之人多了啊 但是无耻到这种地步的 还是很少见的 好啊 说完了毛主席这段伟大历史 我们回头看看西游记 这段情节 这里的托塔天王 就是美国 美国之前封锁中国 就是那个巴黎统筹委员会 现在托塔天王亲手为孙悟空 结绑 孙悟空却不答应 这说的就是 刚才我说的那段历史 就是毛主席这段历史 还记得毛主席说的一句话吗 封锁吧 封锁十年八年 中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中国人死都不怕 还怕困难吗 这就是孙悟空 孙悟空不让托塔天王 结绑 而是要到御帝前面 打官司 其实说的就是啊 此时中美之间 已经结束了战争 军事的热战没有了 我们一起去联合国 咱们打嘴仗就行了 而太白金星 这时候 你可以看成 他是啊 在中美之间 斡旋的那些人 和那些国家 此时托塔天王 求太白金星求情 他特意提到了 招安官职的事情 太白金星呢 就真的来劝孙悟空 这里就是我上面说的意思 我们可以认为 中美之间 有一些国家和人员 在一直斡旋 招安 这个不是中国被美国招安 而是说的 新中国进入联合国 取代台湾 成为中国唯一代表 而且是常任理事国 这其中啊 肯定会有一些国家和人员 在做工作 中国也就是孙悟空啊 要卖这些人一个面子 这样呢 孙悟空就和这个托塔天王和解了 我们这时候 可以看成是尼克松访华 然后那个八桶的禁运 一定程度取消 四三计划开始进行 而且这里还有一句话 我就不写在视频里了 这里写了啊 托塔天王 请孙悟空上座 上座呀 那就是咱们一样了 就我们和美国 都是常任理事国了 接下来 孙悟空说 太白金星啊 你吃了托塔天王的茶 就是受贿 太白金星联盟说 不吃啥不吃啥 同时呢 托塔天王 你看他什么事都不敢做 他只敢求太白金星 这段话说的就是啊 毛主席之战 中国的外交霸气十足 我们说什么 美国和别的国家 都得老实听着 不过 毛主席去世之后啊 一切都改变了 为啥改变呢 因为二代皇帝上来了 大家明白就好 这时候 太白金星说的 你们别打官司了 赶紧去抓妖怪吧 你们在天上吵来吵去 地下的时间可就漫长了 这里说了 一日官司 十日打 我们以毛主席 毛主席去世啊 为起点 也就是 1976年 那么十天后 就是地上十年 就是1986年 1986年12月5日 国务院做出 关于深化企业改革 增强企业活力的 若干规定 这个规定提出啊 全民所有制 小型企业 可以积极实行 租赁 承包经营 全民所有制 大中型企业 要实行多种形式的 经营责任制 各地可以选择少数 有条件的 全民所有制 大中型企业 进行股份制 试点 也就是股份化 开始了 哎呀 这就是开始了 这个生了一个小和尚 这个小和尚 名字就叫股份化 这时候 孙悟空对太白金星说 那我就不和他打嘴杖了 但是你怎么跟玉帝回答呢 太白金星就说呀 我就对玉皇大帝说 原告逃脱 被告免提 这什么意思呢 这说的就是毛主席去世了 原告就是孙悟空 这一刻他代表毛主席 他逃脱就是毛主席去世了 他不在人间了 被告免提呢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可太深刻了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 我们一直说苏联是苏修 美国是美帝 我们不怕苏修 更不怕美帝 而苏修和美帝 都是错误的 我们中国 亲中国才是唯一正确的 而主席去世之后 被告就是美帝 不提了 这说的就是 中国马上不认为 美国是帝国主义了 美国反倒马上成为了 先进文明的代表 一切都彻底被改变了 马上就有人跪倒在美国面前 是谁呢 就是二代皇帝 所以托塔天王 他不但不是被告 他还被某些人认成爹了 所以啊 我们这个时候 你要回头看 作者真的写的太深刻了 上一段作者写了 妖精和你师父 现在洞中有个大喜字 就是成亲了 孩子也有了 这说他是谁呢 这个妖 这个时候妖精还是台湾 而师父就变成了二代皇帝 这里说的就是 台湾商人大举进入中国 然后股份化私契遍地开花 这就是他俩的小和尚都有了 小孩都有了 这就是误了大事啊 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 全被耽误了 咱别说耽误了吧 直接就是给你扯到鞋带上去了 作者就把这么大的一件事 给你凝结在短短几句话之中 这时候啊 宋悟空说 托塔天王你去等我 我去玉皇大帝面前回个话 托塔天王就害怕了 他说啊 你这一去啊 如果你说我坏话 就是陈被军 这里时间再次变化了 此时啊 毛主席已经去世了 是二代皇帝上来 托塔天王 他说陈被军 说的就是 这个时候美国是皇帝 中国是臣子 这就是准确点出了中美关系 在毛主席去世之后 彻底被二代皇帝改变了 之前啊 我们和美国苏联 我们是一边大 世界分三大块 我们中国占有一块 而且我们是采取主动的态势 全球出击 这个具体表现就在 毛主席对非洲的布局 就是那个坦赞铁路 我们不是援助修建吗 还有啊 毛主席在欧洲的布局 就是比如支援阿尔巴尼亚 大家可以看看地图啊 就知道阿尔巴尼亚的重要性 现在不是一直有一句话吗 就巴尔干半岛啊 是欧洲的火药桶 阿尔巴尼亚又在这个巴尔干半岛上 毛主席支援阿尔巴尼亚 本质就是把一个炸药包 直接埋在了欧洲的火药桶之上 而这个炸药包的点火绳 捏在中国手里 如果欧洲不听话 那么我们就通过阿尔巴尼亚 引爆欧洲火药桶 欧洲立刻混战开始 而欧洲啊 它是北约的核心地盘 美国和欧洲是一体的 就是西欧那些国家 这就等于啊 毛主席用一把刀 顶在了欧洲的腰眼上 如果他们敢不听话 就给他们一刀 因此美国英国法国欧洲 才不得不把新中国请入了联合国 同时还必须让我们坐在这个 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不给我们这个位子 毛主席随时就给他们一刀 让他们放放学 所以啊 毛主席在的时候 虽然我们新中国的经济实力比不过他们 但是我们的政治地位极高 甚至要压住美苏 可是我们看看这个时候呢 托塔天王说了 你不要作为臣子背叛君主 说的就是啊 主席刚去世 马上中国的地位就被二代皇帝给弄没了 这时候美国都成皇帝了 谁的皇帝呢 中国的皇帝 既然说到这里啊 那我就再说点更要命的话吧 我估计啊 神仙选中我 那就是要我把一切都说出来 正本清源 我之前列举了毛主席见过后的一系列战争 他老人家时期 每一场战争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是给新中国争取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一下 就是毛主席时期的战争一次比一次短 抗美元朝 是从1950年到1953年 我们就算三年吧 然后到了1962年打印度 只打了短短几个月 战争就结束了 我们取得了完胜 打的印度到现在都怕我们 而珍宝岛战役就是打苏联啊 那就更短了 短短几天就结束了 我们看看啊 主席就是通过如此短促的战争 尤其是珍宝岛 就几天时间 就完全实现了自己的全球战略 宣布我们和苏联 我们不是一伙的 从此在世界上 中国就就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山头 你们可以来拜我们了 拜我们啊 这就是小型的万国来朝实现了 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 纷纷来中国 那就是朝拜 说完毛主席啊 我们再看看二代皇帝上台之后 他立刻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一场战争的实质 性质啊 和毛主席时期的对外战争 有本质的不同 我们先看时间啊 这个时间是长得不可思议啊 是从1979年到1989年 整整十年啊 你算算毛主席最长的抗美援朝 他和美国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也就不过打了三年 那么这个越南 他何德何能能和我们打十年呢 而且为什么我们说1989年结束战争 立刻就结束了呢 所以显然 这不可能是越南说结束就结束吧 那只能是二代皇帝说结束才结束 那么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啊 毛主席时候我们打仗的敌人是谁 美国苏联都是全球老大 我们只打老大 而印度呢 是因为他非要打着除去美苏啊 剩下国家 我是老大 这么一个棋子 毛主席打的也是这个小老大 假老大 毛主席啊 他只打世界老大 和自称老大的那些国家 这样打完仗之后啊 我们因为我们打赢了老大 我们自己就成老大了 可是你看对越作战呢 越南他是苏联的马仔 那么这一次我们不打老大了 我们打马仔 那我们打马仔 就是自动降低了我们国家的地位 我们也就等同于马仔了 毛主席从来不打马仔 毛主席只打老大 那么这个人一上来他就打马仔 现在越南是苏联的马仔 那么我们呢 我们自然是美国的马仔了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 为啥当时宣传 二代皇帝打越南之前 还特意跑到美国汇报一下 说小朋友不听话了 我们要教训一下 那都是吹牛逼呢 实际情况是 中国通过打越南这一仗 直接让世界看到 哦 原来中国不再是单独的一个政治山头 而是变成美国的马仔了 因此这一仗是自降国格之战 是将中国从以前和美苏平起平坐 直接变成了美国的马仔 同时日年战争啊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国之大者再次于荣 就是国家的大事啊 是战争和祭祀祖先 祭祀祖先是传承血脉 战争呢 是保护我们自己啊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通过战争 二代皇帝可以把部属于自己的权利 拿到自己的手里 同时他还能清理 不服从于他的反对派 因为这个过程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这一场战争 他足足打了十年 当他内部清理完毕 战争也就结束了 好了啊 我们再回到小说 小说里面 这时候孙悟空就代表二代皇帝 你看他说的话 他说啊 你把老孙当什么人了 我也是个大丈夫 大家注意啊 这个西游记的作者 神仙啊 深宫报 他特别喜欢用这种辛辣的讽刺 因为二代皇帝他个子矮啊 人品极为恶劣 所以就是个纯粹小人 所以神仙这里就是反讽 说他自称大丈夫 大丈夫嘛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我不会说你坏话的 这就是他说的话 这里说的就是二代皇帝上台之后啊 对美国 对西方 只有赞美 再没有哪怕半个字的批评 好了啊 这一集我说到这里呢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发出去之后呢 我们就下一集了啊 再见